夫君,现在我们有足够的修炼资源,接下来,安心闭关修炼便是,只是,我担心公孙杉杉不会伤疤甘休,在我们离开青阳方式时,会截杀我们。 若我们不离开青阳方式,倘若公孙杉杉按下毒手,我们更危险。 沈素兵忧心忡忡的声音传来,谭云不动声色。 我的傻冰冰啊,我们有目封神王给的仁尊几品神舟,此神舟,以我境界驾驭,速度已媲美九等半生。 公孙杉杉不过八等半生,他很难追上我们。 再说了,届时,让荆龙来驾驭飞行,神舟速度足以媲美六等大胜飞行速度。 公孙杉杉他,追不上我们的。 沈素兵闻言,顿时如释重负。 好了,我们该离开了。 谭云冲众女说罢,便朝广场众人报了报权。 诸位,后会有期。 荆少爷慢走。 荆少爷,今后您若还有此等逆天神咬,可得再回来造福我们呢。 众人纷纷宠谭云报权,目送谭云他们飞出青阳方式。 同一时间,万金神宝殿六楼雅阁,盘行而坐的公孙杉杉默然睁开双眼,眼神中透露出冷冽的杀意。 透过神石,他发现谭云等人正朝方式外飞去。 公孙杉杉杉起身下榻,迈出雅阁,看着宫后门外的王妻。 性惊得要离开青阳方式了,你留在这里看着店铺,本小姐去将他们统统杀了。 话音方罗,公孙杉杉便在六楼内凭空消失。 一刻后,谭云带众人离开方式飞落在李源跟前,看着谭云的李源顿时满脸产笑。 见过金少爷,金少爷,您还有运魂神草,嗜血神花和光明神草吗?若有的话,我能否拿天神拳和您换去一些? 当然有,给你留着呢。 谢谢金少爷。 不过不能在这儿给你,否则被别人发现,恐怕又要和我交易了。 你跟我到青阳神山上,我再给你。 好好好,都听金少爷的安排。 李源盲不迭传音之后,望向身后上摆雪乎神族神兵。 把今日金少爷在青阳方式私斗之事都给本副将烂到肚子里,记住了没有? 众人自食一口同声应试。 随后,李源便跟随谭云等人,自山巒晴云而上,不多时便飞落在青阳神山之巅。 谭云右手一挥,布下隔音结箭。 小鹿,给我灭了它。 是,哥哥。 金鹿瞬间一掌轰中李源的胸膛。 清晰的鼓掠声里,李源胸膛塌陷,口吐鲜血,当即砸倒在白掌之外。 金少爷,你为何要对我出手? 为何? 若你忘记了,老子可以提醒你。 之前在青阳广场隔音节节,你告诉马童,让他把老子杀了,把我的妻子玉庆给你。 你算什么东西,还想染指老子的女人? 金鹿,杀了她。 娘的,金鹿,你…… 李源的咒骂声戛然而止,却是金鹿从李源身侧掠过时,一张拍碎了其脑袋。 无头尸体瞬间喷勃鲜血,跌落风颠,坠入下方青阳神湖之中。 夫君,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? 我们去…… 哪里?你们哪里都别想去? 此风便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 谭云话音未落,一名身着夜行衣的黑衣蒙面女子便在青阳神山之上凭空出现。 尽管对方黑纱遮面,但从生意,谭云等人就能猜到来人正是公孙姗姗。 公孙姗姗之所以蒙面,自然是不想让人发现是自己对谭云他们出手,以免节外生枝。 哼,公孙姗姗,想杀我们,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能耐了。 谭云冷笑间,仙剑一闪,一道流光钻出仙剑,便自风巅化作一艘神舟。 就在谭云等人掠上神舟之际,公孙姗姗体内澎湃出浩瀚的风雷半生之力。 他持剑手腕旋动之间,倒到万丈剑芒便撕裂云海,斩向谭云。 千军一发之际,谭云驾驭神舟,若闪电般消失在公孙姗姗的视线里。 好快的速度,姓金的,你是逃不掉的。 公孙姗姗额眉紧促,瀑布般的发丝舞动之间,神石恍如无形潮水,笼罩住逃到八万仙力开外的谭云等人。 下一刻,公孙姗姗亦是换出一艘金银剔透的神舟,随即飘落神舟之上驾驭神舟追向谭云。 正驾驭神舟逃窜的谭云心头一沉,他发现对方神舟的速度比自己的速度净快了将近六成。 小鹿,他的神舟虽为六阶上品神器,不过由于他境界高,他已将神舟的速度提升到了极臣。 这里你修为最高,你来驾驭。 金铺不敢怠慢,当即驾驭神舟,飞行速度顿时暴增。 但谭云等人脸上却没有半丝稀色,因为即便金铺驾驭,速度还是比公孙姗姗的慢上了些许。 夫君,这样下去,我们迟早会被追上,怎么办? 公孙若惜神情担忧,其他人亦是如此。 只是,唐木义忽然在神舟上布下了隔音节节。 夫君,我们返回不朽古神城,然后躲到不朽神府。 不朽神府中有不朽之主和你成婚的古殿。 我们在古殿内闭关修炼,殿门有禁制,不会有人找到我们的。 我们下期见。